眼镜是灵魂之窗,视力保健相当重要 随着现代3C产品使用率越来越高 很多小朋友也容易患上甲心镜式 对此,有营养师就提醒甲心镜式没有妥善保养 容易变成针镜式,除湿时热敷,按摩放松结状机外 也可以透过补充花青素改善 甲心镜式别成针 补充花青素改善眼部疲劳,帮助结状机放松 营养师徐玉珍在脸书发文直言 3C产品使用率越来越高 许多孩童出现甲心镜式现象 一旦甲心镜式没有妥善保养 或许持续过度用眼就很容易变成针镜式 甲心镜式是什么呢? 这跟眼部肌肉结状机的调节有关 它说明当人们在近距离看书、滑手机 或是工作时 眼睛内部的结状机会用力、紧张 实影像清楚 但如果长时间使用眼镜 将导致结状机过度紧绷、僵硬 甚至静卵无法放松 就容易造成甲心镜式 孩童很容易出现结状机 无法自然放松的情形 造成甲心镜式 此时只要看看远方 或是点伞同济让结状机放松 镜式度数就会消失 但如果再不好好留意就会变成针镜式 避免甲心镜式成针 帮助结状机的放松很重要 平时可透过热敷、按摩、补充营养来达到目的 其中花青素是一大关键 许玉珍列出花青素的三大作用 一、可以帮助结状机放松 改善眼部疲劳 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 清除自由基及老旧废物 加强眼部代谢 三、刺激是子质再生 改善黑暗中势力不佳的情况 他分享花青素大多存在于紫黑色的食物当中 许多文献指出对于结状机的放松具有功效 除此之外还有很强的抗氧化、抗发炎能力 可以对抗环境中的危害因子对眼镜造成的伤害 清除眼部自由基 促进血液循环 加强眼部的代谢 因此可改善眼部疲劳 对于过度用眼的上班族 低头族也具有改善眼部疲劳、酸色等功能 富含花青素的食物包含 蓝莓、山桑籽、覆盆子、黑米、黑豆 葡萄、紫高丽菜、紫洋葱、茄子等 但许玉珍也提醒 需留意花青素可溶于水 很容易在清洗或烹调的时候流失 把池先洗再切 减少烹调时间 紧速试用完毕等几个关键 才能有效留住花青素 或者从保健食品当中补充也是一个直接 快速有效的方式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